偶爾會有一些劇場產生 不過還是能夠有盡無險的 拿下比賽 拉到了中外野方向 最後遭到了接殺 所以陳冠偉上還完成了 三上三下 從9月10號開始 陳冠偉就展現了終結者的霸氣 連續四場比賽投出三上三下 乾淨的一局 一好一壞 這個球有點切到在內野的範圍 那麼一樣在壘包附近 完成接殺 陳冠偉是投出了三上三下的半局 上面想法就是很簡單 就是不要失分而已 就是想要贏球 就是相信自己而已 就是想法很簡單 陳冠偉的成績太驚人 本季出賽53場 組投了52局 標出了67次三陣 防禦率低到僅有1.21 他不但拿下了22次救援成功 還投出了24場乾淨的三上三下 說他是本土最強的終結者 一點都不為過 2-0 去年的經典賽讓陳冠偉遭到了震撼教育 他只投了0.2局 就被打了三支安打丟掉5分 但是被打爆不是壞事 反而能看到自己的缺點 在每一場下來都會去檢視一些影片 就是為什麼今天的球 比較容易被打出去 或是今天的球為什麼比較多灰空 陳冠偉吸取教訓 把自己的動作再精進 加上國際賽的經驗 11月入選12強 中華隊的機會非常大 到時候這些國外的強棒 可能就沒有太多的機會 能從陳冠偉的手中拿到分數 東學員中昌城 丁岩凱在台北報導 中華隊的機會非常大 中華隊的機會非常大